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台湾最灾难的河川 1.2公里鱼虾的奈河桥 为什么从这边的下面才有死亿 上面都没有死亿 你知道是这边排的 追踪台湾工业区污染大户 经济部污染财阀 标到台币近亿元 其实要进来的OT厂 这样的一个厂商 他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来帮我们做好操作 电子科技业发达 污水处理厂量能趋近饱和 新竹民生用水水源被工厂污染 台湾河川还能CPR吗 那油脂就要这样 西部县市只剩彰化没水库 河地下水又有农地工厂污染 居民喝水靠滤芯 这是有过多月了 回到厂商的时候 一个星期我十通工 烂开药 烂丢药 我们的水竟暗藏上千种药物残留 每个都很微量 那这一百个一千种药 提在一起会不会有影响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水的难题有解吗 欢迎收看水的难题特别报道 我是调方姐 河川提供人们水源 下游则消化民生和工业废水 随着台湾经济成长 这两年工业废水的占比 有增加的趋势 我们追踪发现 台湾主要河川的污染指数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曲线 从90年代的3.8 一路下降到3以下 到了2023年又往上升了 但还好整体控制在中度到轻度污染 只是其中蓝色线条 所代表的主要河川 严重污染长度的占比 是台湾河川整治的难题 其中有5条河川 可以说是越治越脏 分别是屏东的临边西 云林新湖尾西 以及云嘉交界的北港西 台南集水西 以及高雄的阿宫殿西 其中北港西严重恶化 污染河道长达22公里 比三年前增加了一倍 而桃园的摄子溪 也从0.2变1.8公里 我们进而发现 这跟养殖业和工业区的污水息息相关 工业区还是被裁罚的常客 像是经济部管理的桃园 官英 大园以及中立工业区的金额都很吓人 官英16年就被罚了100多次 总罚金接近台币1亿 而第二跟第四名也是桃园的工业区 虽然说是发包委外处理的 但经济部还是被环团批评 是政府带头违规 而一旦工厂的水质太脏 污水处理厂就会超过负担 我们就募集桃园老街西的上游 被平正工业区污水染红 而南侃西周边 很多工厂是自己拉管线排放 泡泡四溢 环保局就以人工突击裁减的方式去纠据 带到就罚 但是没有捉到的违规有多少呢 而夹在环保局和工厂中间的经济部 又能怎么做呢 这是台湾最灾难的河川 1.2公里鱼虾的奈河桥 为什么从这边的下面才有死鱼 上面都没有死鱼 最耐毒的什么福寿楼 垃圾鱼 不够鱼也都活不了 最终台湾工业区污染大户 罚单标台币净一元 带头违法的信是政府机关 其实要进来的OT厂这样的一个厂商 他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来帮我们做好操作 污水处理厂量能接近饱和 台湾河川还能扁扁阿玛 只要飞机航向台湾西部 都能看到一座座工厂紧临海岸 烟囱 筒槽紧挨着台湾海峡 工业区带领台湾经济起飞 荣景背后 这一口就是他们工业区的 我们是怕我们的水跟它飞而 然后一出来 以为是我们的水排出去了 不想跟工业区混为一谈 因为在2023年8月结束观音场之前 美商科目曾经是污水处理模范 因为他们的喂水处理有时候很糟糕 你喂水因为工厂多 你哪一家你哪一家排什么东西 他工业区怎么知道呢 话才说完目睹十米外观音工业区 放流口RD1213正在排放油泡泡废水 R代表雨水放流口 但是当天大太阳工业区的自动盐测仪 没警示吗 也难怪2024年1月17日 科目工厂都已经关厂了 竟然还把PH1的强酸 溢流到雨水放流口 造成大崛西 雨群暴敏 科目崩坏事件安喻了经济部这个房东 拿工厂防科们污染物束手无策吗 观音386家工厂 化工金属电子业转了六成 就像装上水表 通一交给工业区的物学厂 处理好并符合放流标准再排放 有七家像科目或是燃针厂日域 自己拉的管线 照理说都得合格才能排向大海 但统计这15年来 全台湾水污染被罚次数前10名 桃园市的工业区就占了三个 观音工业区是双冠王 被罚次数和裁罚金额加总都快破亿 2024年又有重大违规单次 340多万的罚单 是什么让工业区主管机关 经济部变成水污染大户 沙子往这里沉 好像没有涂漆 那些油就会被带到这里来 2014年观音工业区从船产 转型成高科技产业 飞水成分变得更复杂 但每天处理量上限5万6千吨 日均量控制在4万多 这里是观音工业区处理污水的 新藏地带 它多了三级高级加热处理 后面还有一个过滤系统 这是跟一般的二级生物处理厂 是比较不一样的 当然也显示出说 这个厂的水池特性是比较特殊的 在观音实际处理污水的 是经济部OT发包的民间公司 原山林 从蓝污 铺气 沉沙 再到最关键的微生物分解 也就是利用大原池让菌种 作用12到14个小时 经过生物降解硫酸铝加药 再过滤一道水质确实明显改善 2016年接手之后 原山林投资快2亿 导入MBR生物薄膜 有镇板大小的白色树管 就要台币100万 观音友是SPA做 也就是每更换一批材料 就要4800万 原理就像吸管 拦截细微的污染物 因为药价不菲 必须定期清理篮下污泥 寿命才能有4到5年 差不多有一层油 就尽量去保护它这个模式 但只要水值太差 MBR寿命打折 现在污水墙最主要的过滤方法 就是采用这种MBR生物膜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像吸管一样的模式 它们就是过滤的一个 最主要的工具 不过就算观音工业区 它每三滴水 也只有两滴水 能够进到这个模式里面来 更何况全台湾这么多污水厂 到底有多少人 愿意做这样的投资 看来处理流程完善 但是原山林被罚到怕 最近连厂长都车换 因为只要环保局红单一来 富的是原山林 像是放流水超标 或是工厂偷牌 抓不到原收一概罚他 红天堡就深知厂商的心态 重点是你排什么屋 我反正什么 最脏的 就是给你排 你就是要去处理 八年来原山林挨罚台币 3300多万 不过因故撤单不需缴纳的 也高达2700多万 而且都是单笔大额的罚单 我背负质量也是最多的 那我减少了对环境 对社会的冲击也是最多的 反而是让外界认为说 我的污染是最大的 你厂家进来非常多之后 你那个污染的loading就变大了 即使你以前设断的污水处理厂的 那个capacity 就是处理容量是不够的 你排出的水 跟厂商排出去的差不多 带操业者只能派四五名员工 突击化验 一个月不定期跑两次是最高频率了 全靠人工跑腿 当初2.4亿得标带操 MBR罚单就花掉了超过两亿 房单过程中 原山林数度欲言又止 原来问题在这儿 主要是污泥区画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污泥 白化之类 就是蓄积在系统里面 因为太多的设备需要维护 回顾2019年 原山林就在网站公告 观音污水处理厂 无相关的处理设施 去除效能 重金属氨氮超标 将影响作业系统 要求工厂们家常源头管理 都显示出他们负荷不了 越来越脏的水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 完全降解氨氮 就是因为我们的菌 都被化学品的污水给杀死掉 其实我们这边比较麻烦 是因为它外来的水 它不会告诉你说 我今天来的水 是浓度特别高 还是特别低 对 但是因为它如果 已经超过当初 这里设置的那个极限 我们只能将它压低下来而已 环保局追着经济部污水厂 污水厂又在追着厂家租集 就是7.83 标准是6到9 导电污水就测我们让我们知道说 它里面含有多少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 现在导电污水5960 农业灌溉水标准不得超过750 我们又在环保人士协助下 2024年8月15下午 自行取水送到农业机构化验 导电度2300多 超标3倍 也就是金属离子过多 不建议做农业使用 里面应该还要再多加一些设备这样的 因为到底你看它的水量 24小时 24小时就这么大 对不对 虽然它的那个超标的一点点 可是我们算成总量的话还是很多 污水厂即时连线环境部 也包括导电度这数字 显见它是重要指标 一切的重点都在污水可以清理到什么程度 公办民营将本求力的模式 恐怕不是最好的选择 矛盾的是 经济部对工业区做评见 观音不是优等就是假等 而经济部下辖的44个工业区 有29个不靠带操而是直接管理 需要知道说 怎么样该放流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超标 我们排放的部分 我想还不至于超标 一言以蔽之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去考虑 它是确实用什么样的外部因素而造成 工业区连年埃法改善不多 附近的树林新村有心情扰人家守着农地 我要打那个村 那个化疗村 我打一年多 空气的关系 農田用的水哪里来 这已经是残忍的问题 树林新村被誉为癌症村 被工业区污染的空气和水夹击 这几年房价飙涨 向搬走更无力 然而科技总带给人们希望 桃园市环保局就开始用AI镜头查水值 一见到数字异常就能马上执法 当工业区为台湾带来上亿上兆的产值 百姓要的只是最基本的保护伞 而这把伞不该是政府为了冲经济 挡在污染厂商的前面 台湾人类最多的长寿乡新竹关西 爆发了近年严重的 民生用水污染事件 到底毒水为什么会流入水源地呢 马上回来关心 新竹县的关西是台湾的长寿乡 在2023年发生了612偷牌 其因是关西和新浦地区的饮用水 和灌溉水源凤山西 被一家专门处理化学废溶剂的工厂 艾斯巴达在半夜倾倒毒水 还好进水场来得及停水 而这也是台湾近年最大的 民生用水污染案 不过还是有民众反应 身体不适 水塔被污染 观光客也不敢来 只是为什么水源地附近 可以设立甲级废弃物工厂 台湾对水源地的保护强度 到底够不够 当你喝的水被倒出彩虹 有毒肺溶剂随着自来水夜袭加中 这是臭血呢 好山好水好担心 那油汁就这样 我们要喝干净的水的潜意都目视掉 台湾人认最多的新竹关系镇 林生用水来源凤山西 五年发生两次重大污染 为何水源旁容许废浅工厂设置 你说没有观光客 没有 都很像把饮食店做吃的 都没有这么多 潮淫蚕寒四比丘尼眼中 见山不是山 一旁的凤山西水 见水也不是水 那个我们外面的水舱的水 洗手啦 洗心团 洗菜这个水舱 那水就很臭 只有在今年六月 新竹关系这个全台湾人类 最多的长寿厢 六千四百户居民的水源 也就是新竹凤山西取水口的对面 被一家废弃物清理业 埃斯巴达公司 趁着夜黑风高下雨天 把有毒溶剂排进凤山西 扩脊下游 而这水也是关系 和新浦的灌溉来源 很没良心 也很臭 我们这边是最主要的地方 在我们前面到的嘛 好像关系停水三千 这是今年最严重的 民生用水污染事件 经济步调吧台水车 再送自来水还是不够 所以镇上的水大家都 对对对 抢着买 我们都买这个 挤的还用那个洗 煮的我们都会用这个 这个煮 这个煮 这个煮的 正好 不幸中大姓氏居民为室 但一下雨 废毒水又被扰动 大雨大臭小雨 我以为他还最会释放出来 事情第三天新竹县政府派人清理鞭颇 表土这些挥发性的有机溶剂 或者刺鼻味还有烧焦的塑胶味 再度省 新竹县府束手无策 只能拿稀油棉清除 再把表土放进太空暴运里 肺液也渗入小波怪的缝隙 要移开才能清除河中的底泥 环保局说台风季作业有危险 因此才动工两天又停工 把最棘手的污染物交给清洁队 打开来那挥发性的味道更臭 它一放上来的时候第二天小鸟就 那味道 那小鸟多大 变子吗 变子吗 变子吧 对 三只我站在那上面 表土引发生态浩劫 环保署化验后发现 总碳氢化合物超标67倍 而本乙烯0.061 但因为台湾没规定上线 拿美国饮用水标准0.1来比对 新竹县府认为没超标 但本乙烯可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致癌物 今年的三月 新竹县政府就已经知道 这16桶有害事业废弃物的存在了 一个小实验就可以看出 保力龙在去光水里面溶解 再蒸溜冷凝之后 这就是本乙烯 民众为何要喝这种化学加料水 这个所有的地板你看 这边都干净 它就归咎于这个污染是渗漏的 我们原判这应该是用抽的 管子可能被收起来 这里就是艾斯巴达肺意渗漏的源头 一桶就是一公顿艾斯巴达说是 勿小心胜流入息 因此县府总共查封了18桶 开罚960万 而把空间分租给艾斯巴达二房东 离开工店 居民怀疑它是共犯且有违章建筑 招拆除大队开砸 他自己完全没有生产 在这边没有生产 只有刚刚那个桶而已 蒸油那个桶而已 烧东西那个锅炉而已 一个员工都没有 所以这边只负责处理污水 对就是专门处理这些东西 三年内关系正至少六次的土壤和水污染 十年来因为水污染开罚就有四十四起 种种的人猛不脏 要关心证明怎么相信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安全的 县府协调会上满是火药尾 庄阳阿代卢 十二天了 哼神大 尽快提出一区的 job 这个没用 这没有用啦 这来水龙蚂铛攏 先放红柿的时间 换掉 先放红柿的文件就掉 先放红柿的东西 换索他们 要看密 那个 官箱勾结 或者是他内神通外鬼 這些在在的存在的 在這個地裡面 要不然不可能 一而再 再而三 一直罵 一直抗議 他還是一樣沒作為 縣府清邊潑土 但鄉親要清的是底泥 中央說要拉管 引流石門水庫 但要蓋好幾年 科技老又是最科技的新竹線 為何束手無策 油泡泡 臭屎 水質自動連續監測設備 因為這個東西 它的設置費貴 操作維護費也貴 所以其實沒辦法廣設 鳳山溪是新竹線內 第二大河船 長約45公里 流域面積250平方公里 過去為了發展經濟 只限制取水口往上游 一公里下游400公尺 不能省立工廠 但是居民反彈 縣府縱容兩岸工廠的林立 希望劃設鳳山溪自來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 把範圍擴增到5公里 並輔導工廠遷移 別讓長壽鄉變短命鄉 鳳山溪上游 還有一家公司駿員 水陸空通包 15年污染被抓到46次 預言這家工廠 然後它主要的營業項目 是有害失業廢棄物處理 月處理能力是2808個 雖然沒有在這個範圍內 但是是在西畔 那它又是甲級處理 它的地幕就是符合嘛 它的地幕符合 那它就可以在那邊設置啊 發展經濟 但是用水灌溉環境 觀光都得陪上嗎 新竹縣調例的環保局長當季騎 但是民眾要連數 罷免新竹縣長楊文克 以前不管誰 自然是錯誤的 核准的 後面為什麼要給它斬炎呢 其實那時候就斬炎就要停掉了 不要一直說注重在經濟 你知道嗎 錢賺還有 這個不能賺 還有觀光材 其他的產業可以想辦法 但是人生命 生命健康財產沒有的 全部都空的 好 溫柔懶蟻放在清晨 好 回去進去 一樣是喝水 來看看另外一個場景 這裡是另外國家關鍵基礎 建設的翡翠學庫 換好針見進入禁區 針見背後還有GPS 不管訪客或工程人員 翡翠專屬的警察 從這一刻開始 緊盯人車的行蹤 10平方公里的水域 集水區的面積就多了30倍 它維持大台北600多萬人的日常 還支援桃園 讓十分水庫的水 可以往新竹送 翡翠水庫屬於水質水量保護區 還受到都市計畫法 這把上方保健的規範 上游居民可是不得開發 那也就是有限制 土地的使用 所以整個水庫集水區的上游 大概95%都是保護區 肥水達到了水庫專屬的 卡爾森優氧指數當中的平氧 也就是低等級 這除了進出規範的嚴格 科技執法也是關鍵 翡翠水庫管制區 這邊的範圍非常的大 那麼在您看不到的地方 有電子圍籬 看到的地方也有CCTV 24小時派人監視者 水庫區甚至有專屬的記憶力 還不容許有通訊的死角 而第三道防線則是24小時 都有人工值班在監測 每一個小時它的軸度的變化 後的變化 對 那這就是從我最上游 這條立體監測才有辦法測出這種 產量化出這種土面 水庫還有續清排魂的排煞功能 哪裡水濁就把髒掉的水排除 因為水面底下有兩處分層水質間測站 最深可以測到水下60米的濁度 把濁度高的水先排掉 同時定期採水帶回實驗室化驗 驅學上來的時候就是裝瓶嘛 分瓶裝送之後就會送我們的 國家認證的合格實驗室去做一個化驗 那每一個項目都是需要1公升 所以假設說我今天要測10項 我這個位置就 這個位置的這個深度我就要做食品 化驗之後 對 就會根據我們的 飲用水的水源水質標準的 基本的測向去做一個檢驗 盡量把最濁的那一層 去做一個機噪的排除 對 因為它如果留在水庫 那就是增加我的預計量 排除泥沙也可以降低藻類生長密度 天龍國龍水庫非但禁止釣魚 也是森嚴的禁區 那民眾賞呼的權益怎麼辦 左邊是南是溪 右邊是北是溪 一律透過VR 遊客站在螢幕前模擬搭船 每兩個月才接受學生團體 申請參觀 這全台灣最嚴格的水庫 甚至吸引國際友人取經學習 但新竹專系的百姓 連呼叫洗水塔都要排隊 排滿滿的 早上坐到晚上 這變得是嗎 變得是它那種氣味 然後有加一些化學東西的味道 上面會有一點薄薄的 白色的那個油汙 白色的 家裡的飲水機甚至清不了 直接扔掉 同樣是飲水問題 用水為何量氧清 事件發生後 中央考慮把新竹鳳山溪的上游 劃入水質水量保護區 依法不得設立工廠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關心彰化的民生用水 彰化是台灣西部縣市 唯一沒有水庫的地區 所以用水的難題 一直困擾著當地居民 過去這裡電鍍業興盛 卻也留下一座座的農地工廠 廢水污染了農田 所以現在政府就加強輔導 並且遷移 但還是有工廠 遷不走 就被捉到把含有 重金屬的廢疫灌到地底下 就讓人很擔心地下水和農田 是不是跟著遭殃呢 經過了9年的土壤整治 彰化縣政府2023年底 把350公頃的農地全數解禁列管 目前有8成恢復農用 但是環保人士還是質疑 污染源都沒有解決 如果農民種出了 含有重金屬的作物 那這不是更害慘大家嗎 因為過去就發生過 農地解禁之後 又驗出有重金屬 還有另一個問題也跟水有關 彰化沿海幾個鄉鎮都傳出 家裡的濾芯 只要用兩個月 就會變巧克力色了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是台灣農業大縣彰化 也是西部唯一沒有水庫的現實 一般是在我這就是地下水 水水就頭髮這樣用 中間來水 我這個加壓 我做的水是出水 我用來一湯一湯 這是RO的嗎 這個有RO 還有另外三千塊 這是在這裡的 在這裡的北均水 在北均水裡 其實這四種水 在彰化都來自地下水 老村長就介紹 方怨湖心陸港沿海這一帶 地處供水管線的末端 水的礦物質多還有細砂 漢堡村的易蕭先生 就在自家頂樓室內水塔 先攔水過濾 這多久 這多久 這是有高多月 高多月 對啊 你若說 當地人苦笑 用水長出巧克力棒 五口之家 並非用水大戶 你說自來水公司來 要看 可以 這支 這三湯 動半水而已 這支 馬上就煩咖啡色了 不律不知道 一律嚇一跳 彰化海線的居民 偶爾會在臉書 剖照訴苦 有人家裡的濾心 一個多月之後 滴下來的水 就像墨汁 家戶 營業用水都有困擾 有水分四種的老村長 習慣成自然 兩三股 兩股就要換一股 最少要換一股 都有一點期待 不能說完全零污染 至少降低到沒污染 這個是純粹是個案 因為大部分都沒有這樣反應 少數的用戶會這樣反應 可能水在那邊激 激在那邊沒有洞 所以那邊會一些沙子 會激在那邊 就是他沒有這種嘗試說 時間到了自己洗也可以 六毒之外 人口最多的縣市就是彰化 但八成居民 42萬用戶喝地下水 民生用的農林漁木工業用的 都抽地下 42萬多戶 124萬人 全靠地底300米的水井 彰化地區會取用21萬噸 CMD每天供應21萬噸的水 彰化要靠台中水庫 每天支援北彰化5萬噸 雲林水庫照顧南彰化9萬噸 其他地區就喝7萬噸地下水 也就是都靠井水過日子 一直下去嘛 然後大概300米 抽出來之後 它的原水就會經過 我們這個導水設備 進到導水管 送到我們進水場去處 水井升級地下300米 地點是最高機密 除了防有心人下手 也防林日來抗議 說會害地層下線 為了證明飲水安全 自然水公司開放 國家級飲水實驗室 現場化驗 這裡能驗包含重金屬 在內的13種物質 這個是花灘 花灘交過來的 你看自由有效率 0.2至1.0 這個就是飲用水水值標準 從進水廠的沉澱加濾 符合飲用水標準 送到民眾家中 自然水公司想證明 昭化燃不是二等公民 巧克力濾芯 可能是管線煤青的偶發事件 然而因水而引發災難 不至如此 昭化檢方經過兩個多月的偵查 掌握祥賀義松企業 蘇貞惠工業等十間工廠 排放有毒廢水 污染上千公頃的農田 沒有水庫的彰化 同時也是農田工廠最多的縣市 農委會2017年調查農地發現 有13多萬家的工廠 蓋在農地上面違法使用 總面積1.4萬公頃 形同550個大安森林公園 其中面積最大的縣市 就在彰化有2348公頃 彰化農地工廠灌全台 有其背景因素 頂番棚一代 過去是全世界六成水龍頭的生產地 最多的時候有數百家工廠 而不斷傳出的電鍍後工業廢水 就排進農田 附近的水跟土 都養出你我餐桌上的米嗎 像這兩邊都是 看起來有住家有工廠 都有 像這就是工廠 都是農地工廠 而且面積不少 都很大 這邊都這樣子 離頂番坡幾公里外的福星農田 或遠或近傳出了工廠重機具的聲響 與農村應有的靜密實在衝突 2015年彰化縣推動整治計畫 清理列管污染的農田達350公頃 經過9年解除列管 但解除之後又發現重金屬在列管一次 虎視二度污染 就是污染還沒有完全解除就解禁 這段期間種的米去了哪 讓人擔心 2002年列管 2004年解除 它有個同心念四種污染源 然後2013年再來看的時候 還是一樣出現了個同心念 這中金屬都還是存在 紅色的這個標記出來的 都是重複列管過的農地 1916塊是指河美還是我們 河美陸港彰化 但是河美比例最高 然後我們也曾經想要問 在陸港在地的米店的老闆 然後他就說他們不賣陸港的米 因為他們其實在地人都知道 污染很高大家都不會想要吃 但實際上這些米還是有人收購 相較於工業區 農地工廠被特許用較低的成本 在農地上運作 一旦排放污染 對環境食安的影響很大 政府在2020年以工廠輔導法 福島農田工廠 鼓勵他們前到工業區 或是先辦理臨時登記 再接受福島等同就地合法 但是納館之後 污染違規的見數竟然增加三倍 甚至有28家工廠取得登記後 是污染的累犯 而在網購電商發達之後 還有另一個不定式炸彈 里長打開地下水龍頭 橘紅色的污水奔流散發惡臭 這來自彰化二林鎮的一家職業公司 總是把污水灌盡地底 光是這個廠就被環保單位 開罰132次 廠區面積超過一半是農地違建 身為全球第四大工業造紙公司 同時也是 某某蝦皮紙箱的供應商 常年超抽地下水污染農田 這個慣犯還想鑽法令漏洞 向彰化縣申請擴廠 遭地方人事抗議 盡底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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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當地還要蓋 第11座焚化爐處奴居民 我們彰化是一個高度利用地下水的 不管是關蓋溝取 然後把重金屬吸附在這植物上 植物可以透過移植的時候 就是收割的時候把它帶走 然後這個農地的重金屬越來越少 但是直升的解決重金屬污染 時間比較久 所以我們看彰化其實很少處理這件事情 你最好不要種 不要這樣講 你這個喔 現在有嗎 就是應該是河美鎮公所 他覺得這邊風險還是有 對對對 他沒有說完全排除 從電信公司退休羅先生 他的弟就被工廠包圍 污染看太多了 他們不再農作 索性養花休閒 就一直很奇怪 為什麼做電鍍沒有廢水 然後後來被抓到 抓到就是我說的 他賺了好幾億啦 可是他那個關應該沒關多久 大概關了一兩年應該有 喔 了解 他不知道藏錢 不知道偷還多久了 喔 那個 我看至少三四十年絕對跑不掉了 只是彰化仁相信自己的土地 還認真地耕作著 如果整治需要時間 至少讓彰化仁有安心的水可以喝 我們的河川 藏有各種新興藥物殘留嗎 而且還超過歐盟上百倍 馬上回來 臺灣面臨的水污染難題 還有藥物爛開爛丟的衝擊 藥士工會統計 國人每年丟棄一百九十三公噸的藥物 這些藥品沒有依規定處理 被直接丟到垃圾桶或是沖進馬桶 間接造成了環境污染 還有醫院排放的感染性醫療廢水 儘管已經淨化降解 但還是讓我們的河川水質備受威脅 臺大環工所研究團隊這十幾年針對全臺河川水體取樣 發現國人常用的解熱陣痛消炎藥等等藥物殘留 部分河川測到了抗生素的數據 甚至超過歐盟的標準好幾倍 而近年新興藥物污染更嚴重了 研究團隊針對了雙北四座污水處理場 淨水口的水質取樣研究 發現所有污水廠都驗得到安非他命和K他命殘留 其中淡水污水廠甚至驗到多種的非法藥物 這對你我喝的水有沒有影響呢 近新聞跟隨研究團隊採樣化驗 這些要命的水讓水中生物發生了哪些衝擊變化 再追查現行水污染防治法 對新興的污染藥物是否束手無策呢 我對於新竹的水質我不相信 他一次來的時候是送十桶水 然後我喝完了以後就把桶放在這邊 喝下肚的水攸關健康 他只喝向廠商叫來的桶裝純淨水 就算不是喝下肚也得先煮開 因為裡頭的綠看不到聞得到 就是有綠啊 尤其是夏天非常嚴重 不過再仔細那些隱身在水中 上千種看不見的新興藥物殘留 綠得掉嗎 你能想到你有在使用 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可以測到一些微量的地方 原則上是沒有辦法到完全去除 我們的魚類 好像有活動力減緩的現象 甚至有身體外洩的狀況 我們的河川水 竟然暗藏上千種藥物殘留 藥師工會統計 國人每年丟棄超過一百九十三公兌藥物 丟垃圾桶 沖進馬桶 一時方便卻污染環境 加上醫院排放感染性廢水 即便依規定淨化降解 但台大環工所十多年來研究發現 河川仍殘留 解熱症痛 消炎藥等 尤其抗生素令人擔憂 當環境累積抗生素 如同成為大型培養品 養出超級病原體 最終危及人類用藥 水生物和環境 台大研究團隊到新電溪採樣研究 發現供應四百萬人用水的河中 驗出止痛退燒藥以西安芬 濃度和國外相比是美國年代 牛澳梁密西西比河的四萬五千多倍 也是日本第二場擔負首都圈重要水源的 利根川的一百七十六倍 在大漢溪內測得殘留抗生素最高濃度 七十五ppb 竟然比歐盟標準 零點零一ppb 高出七千五百倍 當河川暗藏危機 水中生物食物鏈 會不會循環 衝擊人類 環工所還配合高檢署 取讓民生污水廠淨流水 收集回來的檢體整整兩天 過濾 萃取 分析 大臺北四座民生污水廠 供應全台三成的人口用水 但所有污水廠淨流水都驗出 安非他命 K他命新型藥物 淡水污水廠則驗出多種非法藥物殘留 國內有人在使用 而且有一定的量 而且是量有多到污水中可以測得到 你吃下毒的藥其實只有10%流在體內 其他90%代謝出來 加上廢棄藥物通通流入地下水 為什麼傳統污水廠無法有效分解 問題出在現行水污染防治法 放流水標準只規定生化需要量等等 還沒限制擴大污染的新型污染物 即便驗出都是微量 如同大興泳池中放入一個硬幣 但就像溫水煮青蛙 等到危機爆發往往摧毀末期 他可能都還是有很高的比例會居存在 那這些污水廠可能就直接排到河川 或是排到海洋之中 或是有些到地下水 水中生物悄悄變異了嗎 研究團隊曾以19種藥物混合 在自然光下反應 那這些複產物會導致這些魚的一些奇怪的行為增加 像是繁肚或是油的變斜的油 每個都很微量 那這100個1000種藥 結在一起會不會有影響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如果養殖魚也好了 就是他可能會拿河川的水去拿來灌溉他的魚池 然後或是拿來種田 他可能就進入到魚或蔬菜裡面 然後被人攝取 這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個是他可能會進到地下水裡面 那地下水就是現在 有一些地方就可能會用抽地下水來飲用 實驗室設置的目的就是 我們常常可以檢測我們的水質 採訪團隊在職級大型醫學中心污水處理場 我們養的魚好像突然有問題 我們就去檢查原來某個藥劑量放太多 小小一時環境魚監測放流污水 微小變化就能看出影響 國際研究環境荷爾蒙讓魚群性別失調 精神科藥物讓魚類憨傻化 藥物殘留讓生物行為異常 若再透過層層食物鏈堆疊 人類能夠置身事外嗎 這是手術房 血水等感染性污水 院方砸高成本用臭氧為氣泡 第一時間降解99.9%的抗藥性基因 也就是說我們因為它臭氧充分 跟污水接觸 它的抗藥性基因 還會在這個階段就會被降解掉 死了四次防疫就是大概一萬倍 就本來如果說有十萬大概就只剩十 放流前用UV消毒不加藥 自備實驗室隨時檢測水質 無奈放流水法規沒跟上腳步 牆上貼的法定檢測項目 同樣沒有新興污染物 即便亞東自我要求高規格 全台醫療院所又有多少能比照 是目前都沒有抗生素抗藥性基因的 這個放流水的管制 大概目前沒有 那今年度開始 環境部開始在推動 追查過程 今年是獨家取得環境部 並未公開的台灣水體 66項藥物調查 減出濃度範圍 和國內外文獻數據相近 和醫院座談中環境部坦鹽 將鹽裡加鹽會污染環境 殘害水生物消毒用的漂白水 和廢藥感染性污水 醫院污水下水道 加率產出的自由有效疑慮 上限值將訂每公升2.0毫克 2025年元旦上路 也向納館9項抗生素藥物 訂出監視值從源頭減少 但重點是誰是糾察隊 重點是在於說你要自主檢測 那看看有沒有超過 我們講的警戒值 如果有的話你就要特別去採行作為 那我們會去收集觀察清單 會去了解國際上的項目有哪一些被注意 那醫療的部分我們未來會來探討來多合作 檢視各大名生物水廠從初步沉澱 進到生物處理池二次沉澱 進行UV消毒後符合規定後再放流 但因應新興污染物污水廠量能設備流程 都得跟著變 實際進到淡水污水處理場這邊 這邊的污水來源百分之百都跟民眾有關係 包括像是民眾的排泄物或者是洗碗盤 洗蔬菜等等的生活污水 最後都會進到淡水污水處理場這邊來進行處理 沒有所謂經過化糞池的初級沉澱 也沒有截取溪流的截流水 那一支燈管就要將近兩萬塊台幣 那我們這裡所有的燈管大概有六十四支 這樣一尺大概六十四支 那相對起來就要 沒難得花一百多萬的一個成分 UV燈管消毒正是自主環境友善 因為大部分業者成本考量消毒都靠次氯酸鈉 我們的消毒劑通常都是濃度太低 對濃度不夠的時候 我們要加更多的次氯酸鈉下去達到消毒的效果 但不管是UV還是漂白水 能消滅新興藥物嗎 未來定出監測值如何監測都是未知數 現有的時間是做不到 也沒有那個儀器啦 即使未來要這個儀器 也要考完到經濟效益 因為那個儀器可能相對貴很多 在所謂的處理成本上面一定會增加 還是要講的就是說 這些源頭其實不應該進到 我們的生活污水的這個系統來 這樣是最好的 抗生素 化療藥 管制藥 藥水針頭 得依規定繳醫院回收 不能圖方便直接丟 專家建言應仿效國外從製藥端 從成分做綠色轉型降低污染 隨便亂丟 牠就會再回來 你不曉得這次吃到魚的身體裡面 還是吃到什麼 然後到時候你又把它吃進去 至少要知道你家喝的水是從哪裡來的 當它那個水有危機的時候 你要去跟它拼命啊 當危機已經浮現 你要什麼樣的未來 環境部長宣告 要加研全台50條主要河川的放流水標準 強化水質監測 在2030年終結重度污染 希望人人都成為守護環境的實踐者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廖方杰 我們再會 本次にな assign領事件 是在一直煙 Out 是一些下級計畫 就希寶uren 未來這個表情 已經傳 mitochondria好吃 不崩石 日所多少 除了 我也年驚人 對